非常感謝他們的支持 那接下來我們請一下長期關注 台灣許多環保議題的 南野新竹協會的秘書長 林子林秘書長為我們說幾句話好嗎 大家好 這個議題始終做得讓人很感慨 從過程裡面呢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從早期呢 馬總統在 到現在態度還是一樣 我印象非常深刻 當我們居民在這個 市民有約的會議上面 跟馬總統提出 北投居民對這樣子的開發案 是多有益的時候呢 他的回答是 這是你們北投人該承受的苦 到現在他還是說 這是民眾要承受的苦 那再到我們看看 當年 規避環民做假資料的呢 現在的環保署署長呢 沈世宏 他在當年的台北環保局局長的時候呢 做了這樣不負責任的認定 那現在他去做了環保署署署長 那而當年的環保署署署長呢 現在呢 很諷刺的變成現在的台北市市長 好龍兵喔 但是呢 對這樣弊案重重的喔 一個開發案呢 兩個人到現在還在護航 而且護航的技術呢 越來越高超了喔 因為呢 當年之後的在95年的環保署 其實有做出在張國龍時代還有做出一個 一個決議說這個案子是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喔 所以呢 現在呢 連內政部都一併護航喔 內政部說喔 環評的目的事業主管不是我喔 所以程序上面呢 他延續違法喔 我為什麼說延續違法呢 當年我們從過去所有的歷史記載 所有的各項會議紀錄裡面 就明確的看到說呢 這個案子應該還評 未還評 他的停車交通衝擊沒有做喔 他的身上的旅館呢 是違反國家公園法 違反還評法 違反水土保持法呢 當年的市政府呢 還開了一張罰單 給你這個市政府同一個單位說 你違反了水土保持法喔 但是走到今天呢 這一群人還是在繼續的違法喔 那很感慨喔 那也很感謝說北投的居民呢 一直堅持北投攬車 他不應該來破壞北投喔 那不然不只是北投的部分喔 包括國家公園的部分喔 他完全經不起檢視喔 那今天呢 我們現在聽到現在為止喔 市政府的反應是說 因為上次大家都發言過了 這次視為延續會議 所以他這次拒絕讓民眾發言喔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更是需要去堅持 為什麼 你上一次的會議是叫做118次會議 你這一次的會議通知上面 我沒有看到你寫說 這次是118次會議的下棋嗎 還是118次的之一之二的會議呢 沒有 對不起 你這次的會議叫做122次會議呢 所以呢 我們必須堅持民眾有絕對的表達的權利 民眾有絕對參與的權利喔 那這一點呢 我們希望呢 待會上去的時候喔 每個人都要爭取發言 這是我們公民被賦予的 憲法賦予我們的表達的權利喔 那就程序的部分違法的部分呢 今天呢 滿野新竹呢 生態協會跟巴頭里人的夥伴呢 跟呢 惠池呢 在地的居民代表呢 我們會遞出公民告知書 我們正式提起行政訴訟 告發環保署獨職徒利 應作為而不作為 這個案子應該到你中央還民而未還民 連帶呢 今天我們在審視今天所有 他在審議的資料呢 以往我在看他的資料 環瓶書是這麼厚一本 今天他拿出來的環瓶書是這麼薄一本 為什麼 他又技術性的做了切割 他把所有爭議性的旅館商店 產品全部一致 在這一次的環瓶內 全部都不放喔 不只放單純懶遮的部分 這是明顯的喔 公務人員做不時的勘載喔 就是說公務人員 台北市政府呢 縱容這個廠商呢 提了這樣不時的資料 要來做環瓶 如果這樣子的環瓶 台北市政府的環保局 敢讓他通過 我們就告他 告他什麼 公務人員 圖利 廠商 讓這個資料呢 是不實的記載 跟不完整的記載 跟欺騙的記載喔 所以今天呢 等一下會議時間快開始了 大家上去 堅持一個 我們有表達的權利 第二個 當然我們反對 他是破壞性的 是這個規避性的 是這個 偽造性的資料的 審議應該要讓他駁回 而不應該再延續審議喔 大家加油 加油 好 我們謝謝理事長 那接下來我們做